今天我们开始介绍了卢卡奇的思想 就是和葛兰西一样 卢卡奇也是这个时期 马克思主义 也就是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那么他的产生的最大的影响 就是他的总体性的辩证法 可以说他代表了这个时代 他的一个 就是他自己既是时代性的 同时也是他具有个体性的这样一个观念 那么我们首先呢 看一看他的这样一个思想来源 我们说这个卢卡奇呢 他是匈牙利的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也是美学家文学家理论家 那么他也是这个世纪当中的最有争议的思想家 最有争议思想家 既最富盛名的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思想家 这个和他的这样一个思想影响 跟他自己的这样一个经历是有关系的 因为他原来呢 这个卢卡奇呢 就是他在这个遗生当中 在早年呢 他发表了这个 这个历史与阶级意识 可以说是他的第一部 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著作 这样一个著作 那么这个著作发表了以后呢 当时呢和这个 因为他是这个在二十年代发表的 所以呢 当时和这个苏联的这样一个哲学 相距很远 这个体系啊 它是不同的 所以就受到了批判 受到批判 然后呢 他也维持了不断的检讨 不断的检讨 一到晚年呢 他写成这个社会存在本体论 写成社会存在本体论 那么从早年到晚年的这样一个变化 这样一个变化呢 是能不能对他的这样一个评价 变得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复杂 就是说包括怎么看待他的这样一个检讨 就是后来能不能呢 就认为他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呢 就是和他的早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呢 是完全不同的 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后来呢 到了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 到了五六十年代啊 当他的思想在西方再次产生影响的时候 随着这个布达佩斯学派的这样一个形成 存在主义 马克思主义呢 也借鉴他的这样一个成果 这样一些等等产生的影响 所以当时在后来人们呢 就认为啊 他的早年的著作 就是历史与阶级意识 比他晚年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呢 就是说更合理一些 就是说对他的这个评价就更高一些 因为就是说他的这个思想啊 是高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 那么社会存在本体论呢 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思想的一个退化 那么这又形成了什么 他早年思想和晚年思想的一个关系问题 首先是对他自身的这样一个 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 再一个从他早年到晚年的 这样一个变化问题 那么怎么研究这个卢卡奇 怎么看待他的思想啊 所以他最有争议的人物 那么怎么看待他的思想呢 这个呢我们从他的这个思想来源啊 和他的整个这样一个 就是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的 这样一个联系 我们把它讲一下 也是一家之言吧 一家之言 这个呢有利于我们对卢卡奇思想的 这样一个研究 就是卢卡奇 他是1885年4月13号 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纯粹犹太贵族的家庭 纯粹犹太贵族的家庭 他在这个回 就是说自己写的字传里面呢 他有一句话 他说正是由于这个缘故 犹太民族的意识形态 对我的精神发展没有任何影响 那么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他自己是出生在一个 纯粹的犹太贵族的家庭 但是他又说 由于这样一个缘故 就是说他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家庭 犹太贵族的家庭 所以犹太民族的意识形态 对我的精神发展没有任何的影响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卢卡奇啊 他所在的这样一个地区 所在的地区 就是联奥波尔德州 就是这个地区啊 他们这样一个家庭呢 他有一个特点 他就说 他们对什么都不关心 就是说对这样一些宗教啊 什么东西都不关心 那么他们之所以关心宗教呢 这个宗教啊 只是他们的作为一种这个礼仪 或者婚姻 比方说一些婚姻 一些仪式 就是说只是对礼仪上作为 他认为是有用的 也就是说是一种礼仪上的需要 如果除了这个礼仪上面的需要以外 其他的东西 宗教对他们来说 不是他们的信仰 只是一种礼仪的这样一个形式 所以正是这样 他就说犹太意识形态 对我的精神没有影响 因为他的这个家庭啊 就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说他只是把宗教作为礼仪 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意识形态 不是作为一种信仰 所以他本身他是 这个宗教对他是 特别是犹太意识形态 对他是没有影响的 那么在1906年 也就是他的这个思想形成过程当中 就是说他在1906年的时候 在布达佩斯大学 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开始了他的理论创作 那么在他最初的创作领域里面 他主要是在文学 在文学领域 并且他获得了很高的成就 就是说他这个创作以后 马上就获得了奖项 就是而且获得是他们这个 匈牙利的最高的这样一个文学奖 那么后来呢 他就因为受到这个 奇梅尔和维博等哲学家的影响 然后就转向了哲学 转向哲学 在他的这个哲学的道路上呢 这个布罗赫对卢卡奇的思想的影响是最大的 这是他自己说的 就是他整个转向过程当 布罗赫对他的思想是影响最大的 就是布罗赫呢 他是这个东德的 就是当时这个东德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他的这个最著名的著作呢 就是希望的原理 希望的原理 也就是有的人把它翻成乌托邦 那么在这个著作当中啊 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对本体论问题 就是本体论问题 这个宗教价值等问题啊 展开研究 展开研究 这样呢他这样一个研究 录像啊和当时这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 就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呢 他们主要是强调认识人的研究 就是继承列宁的传统 开展这个认识人和唯物主义的这样一个研究 所以当时的卢卡奇一听到这个布鲁赫 当时他和这个布鲁赫啊 经常在那个海边散步 然后就听布鲁赫跟他讲哲学 后来他听了以后 他非常的这个受启发 受启发 所以呢他就在自己的这个自传里面呢 就讲这个布鲁赫对他的影响 他说这个由于布鲁赫对他的影响呢 他说是双重的 一个呢是在这个哲学研究上 一开始就关注本体论 脑过了逻辑的和认识论问题 就是他对这个哲学的 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啊 他不是着重他认识论的领域 我们前面讲了这个列宁的哲学 是吧 列宁哲学主要是关注这个认识论 关注认识论和方法论 那么他呢就是强调这个本体论的研究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他越过了马克思主义而回到马克思 越过了马克思主义而回到马克思 也就是说呢 他所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啊 主要是对马克思的研发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 因为当时布鲁赫就论为啊 就说这个马克思主义呢 实际上它是一种实证的 实证的 和马克思的这个哲学传统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他认为这个 要对马克思进行 马克思主义进行本体的研究 就应该回到马克思 就应该回到马克思 所以他就老过了这个马克思主义而回到马克思 建立了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世界观 历史世界观 这也就是说呢 那么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 卢卡奇一开始啊 就受到了这样一个 就是说由于受到这个布鲁赫的影响 一开始就是反对斯大林的 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那么他的这样一个哲学 他的这样一个哲学啊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当中 也就是说作为本体论的这样一个建构 并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来 因为在这一个 在这一个 在这一个时期呢 他主要是联究阶级意识 就是联究这个 就是说纯粹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就是由于当时的论务 那么依照晚年 他就又回到这个 就是他一直想建立这个社会 也是他困惑他的一个问题 比方说这个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本体论 实践问题 到底应该 他的本体论应该到哪儿去找 到哪儿去说明 他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后来 一直到后来 他经过这个反复的研究 最后到晚年 写了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 所以就把他的这样一个 从早年一开始 就想研究本体论的问题 到晚年了 就全部表现出来了 表现出来了 那么从他的这样一个道路 从他的这样一个发展道路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 卢卡其他的这个哲学发展道路上 受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 特别是西方当代哲学的影响 他是非常的强烈的 非常的强烈的 同时呢 他的这个哲学思想 一开始也是和苏联的这个马克思主义 也是完全不同的 这完全不同的 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思想 那么他之所以 就是说有这样一个 就是说这种 走上这种哲学道路呢 其实是和他的自身的革命实践 是相联系的 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就是他在中学的时候呢 从这个中学到大学的时期 他就开始啊 阅读共产党宣言 和这个波拉巴乌爷十八 家庭私有之国家取缘 资本论等等 这样一些著作 那么这个时期 他对马克思思想的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了解啊 主要还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个阶段 就是他只是把他们当作 经济学和社会学来了解 经济学社会学了解 那么到了这个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那么这个时候呢 卢卡奇的哲学 这个思想创造啊 就从文学转向了哲学 就是他由于他受到这个 当时这个哲学家的这样一个影响 所以他对哲学发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 发生浓厚的兴趣 就开始研究这个 就开始研究这个哲学 那么在这个时期 就是说他的最主要的目光 最主要的目光啊 就是按他自己的说法 就是透过黑格尔的眼光来观察马克思 透过黑格尔的眼光来观察马克思 那么这个时期 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黑格尔 就是说透过黑格尔的眼光来观察马克思 为什么要接受 也就是说讨论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的 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他为什么会讨论这个关系问题呢 其实在这个里面呢 他受到了这个罗沙卢森堡 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 受到罗沙卢森堡思想的很大影响 他当时读了这个罗沙卢森堡的 这样一个著作 就是说罗沙卢森堡在和 这个我们前面讲呢 他在和白恩斯坦的论战当中 白恩斯坦呢 他有一个对马克思哲学的批评啊 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他就说 马克思的哲学 所有的有价值的好的东西 都是马克思自己创造的 那么马克思的哲学里面坏的东西 都是因为他来自于黑格尔 所以呢 这个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啊 就是要什么 研究这个 就是说他的好的东西的话 就是要研究马克思是如何 消除黑格尔的这样一个因素的 这是白恩斯坦的这样一个基本观点 对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基本评价 那么他这个评价呢 主要是为什么呢 他认为就是说马克思的黑格尔因素 就是马克思哲学的这个黑格尔因素啊 主要是强调这个辩证法强调这个革命 而当时呢 白恩斯坦呢 就认为这个世界历史变化 特别是西欧变化以后啊 这个革命的这样一个因素啊 已经不存在了 就说已经呢 逐渐的消除了 那么卢森堡为了批判这个 在批判这个白恩斯坦 这个也是白恩斯坦这个最欣赏的啊 也对卢森堡最欣赏的 他说其实啊 在所有的博之人当中 包括这个考词基 都没有博倒他 就是说都在理论上啊 没有办法博倒他 他真正博倒他的 能够在理论上说服他的 是罗沙卢森堡 所以呢 他是这个白恩斯坦 虽然卢森堡对他的批评是最多的 也是最严厉的 但是他是最欣赏的 就是罗沙卢森堡 那么罗沙卢森堡就针对这个 白恩斯坦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就提出了 就是说要重新思考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 这样呢就形成了 马克思和黑格尔哲学关系的 这样一个研究 这样一个论题就提出来了 那么罗沙卢森堡 提出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 这样一个辩证法之间的联系呢 实际上就强调这个 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样一个必要性 这是他产生的一个背景啊 就是研究的这样一个背景 所以这样呢就是这个 因为这一个时期啊 卢卡奇读了这个 罗沙卢森堡的这样一个著作 读了他的著作 所以受到他的这样一个影响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他就啊开始的 就是也探讨这个 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的 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这个关系问题 所以这就形成了 他在这个时期的特点 不过他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 呃这个 他还因为这个时候 他还没有完全的这样 就是按他自己的说法 就是他还没有完全的理解 这样一些问题 就是说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问题 呃特别受他受到这个 马克思维博的影响 所以呢主要是从能力学的 这样一个 呃 角度啊 来思考马克思和黑格尔的 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这是他的第二个阶段 那么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他从 1918年12月开始 他参加了这个匈牙利的共产党 匈牙利共产党 那么参加了这个共产党以后呢 所以呢他也参加了这个功能运动 那么由于对功能运动的思考 所以呢他开始啊 呃 重新研究马克思的这样一个经济著作 同时呢 研究这个历史 经济史和功能运动史 呃 重新思考这样一个哲学基础 那么这个时期呢 在这个时期呢 由于这样一些思考 所以他对马克思哲学呢 有了新的这样一个认识 新的认识 特别是开始思考理论和实践的总体性问题 所以这样呢 就形成了他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成这个形成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那么从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从他的这样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 一直到第三个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思想的发展呢 一个是和这个他的自身的实践呢 要说明就是说要理解这个匈牙利的这样一个功能运动 以及他的这样一个思想发展过程 同时呢 他又受到了这个西方思想家的影响 所以呢 他就开始啊 形成了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哲学创造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个 对自己思想有一个 就是说他有一个检讨 他说这个马克思的学说啊 辩证唯物主义 必须每日每次的在实践当中 重新领会和掌握 他讲的这一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实际上他自己在这个自传里面呢 他说 他说实际上这个自己一开始 虽然接触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 以为自己理解了 但是后来发现自己并没有理解 并没有理解 所以他每一次 当他这个实践发展的时候 他就对马克思思想啊 有一次深化 就有一次深化 所以这就形成了他什么 对马克思理解为经济学 社会学最后走向了这样一个哲学 走向一个哲学 从这个黑格尔的 这个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最后走向了什么 他自身的这样一个哲学创造 哲学创造 所以他有一个这样一个 就是说他认为这样一个过程啊 就是不断的自己在实践当中 对马克思不断的进行 重新理解的这样一个过程 理解的这个过程 那么从他的这样一个 理论的思想来源 和他的这样一个研究道路上呢 我们要对他的这样一个 哲学特点啊 做一个开阔 为什么要对他的这样一个哲学 做一个开阔呢 这也是和我们这个 国家这个卢卡奇的研究啊 可以说是我们国家 这个对卢卡奇思想的研究 非常的艰难啊 非常的艰难 原来是批评过多 而现在呢 又是后来也受西方马斯影响 把它捧得很高 那么这个把它抬得很高 但是呢 他的思想的内在联系 究竟是怎么去研究他 这个我们国家呢 并没有完全地展开 完全展开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我想把他的这样三个特点啊 就说这三个特点 对于我们理解卢卡奇 怎么去研究他 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有一个总的线索 有一个总的线索 就是第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如果要是把 卢卡奇的这个哲学啊 把它加以开阔的话 就是他的这个特点呢 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的层面 开展文化批判 开展文化批判 那么这个呢 是他和葛兰西的这样一个 思想的联系和区别 反映了他和葛兰西思想的联系和区别 就是说他和这个葛兰西啊 处在同一个时代 就是他们的哲学创造啊 处在同一个时代 当然卢卡奇比葛兰西要活得长得多啊 所以他思想有一个前后的 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在这个时期当中呢 就是说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面对这个西方的 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变化 他们一个共同特点呢 就是进行文化批判 就是他们创造的哲学呢 是一种文化批判理论 是一种文化批判理论 所以文化批判呢 是他们的共同点 但是呢 他和葛兰西不同 葛兰西我们前面讲了啊 他的实践哲学主要是什么 是对上层建筑 国家理论 市民社会进行研究 是吧 也就是说 在上层建筑的 这样一个政治的 国家的层面上展开研究 而卢卡奇呢 他主要是在意识形态 和思维方式的层面上 展开研究 所以这个呢 是他们两个人的 这样一个区别 所以他的分析的 这样一个重心呢 他是不一样的 这是他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他的这个哲学创造啊 就是说 不是以一种纯粹哲学 他有哲学的著作 但是他的哲学思想啊 并不是仅仅在哲学的著作中 也包含在他的文学和艺术的 这样一个哲学当中 所以他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容这个文学 艺术和哲学的批判为一体 发展了马克思的这样一个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哲学 生命哲学 这一个是什么特点呢 如果我们把他的文学 艺术和哲学 这也是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啊 创造这个哲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 包括这个后来 沙特啊 就说这个 他们都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的这个哲学思想啊 他不是和文学分开的 刚好是和文学 他有时候有些哲学思想 他是通过文学表达的 有着包含对艺术问题的研究 比方说这个卢卡奇 他们在这一个时期提出 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 现代性批判的研究 他们是从什么 是从美学的角度去研究的 是从美学 他是和这个美学的这样一个批判啊 是连在一起的 审美的批判连在一起的 所以你要是 从他的这个哲学著作里面 你要去找这个思想的起源 你是找不到的 但是如果你要了解这个特点的话 你包括他的这个早期的 文学艺术的这样一个思想 以及他后来 特别对美学问题的研究 你就可以看到他哲学啊 不仅仅是一个 讲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问题 也不仅仅是这种哲学论证的 这样一些 除了这样一些论证著作里面 他提出的更多的问题 是在文学和艺术当中 所以要读他的这个文学 早年到晚年的这个文学艺术 以及他的这个美学的这样一些著作 美学的著作 我可以拍摄一下这个文学呢 然后呢 我可以拍摄一下这种文学的这种文学